我是华泛大学美术与文创学系的黄志阳教授 在学校服务25年了 这次参加教育部教学实践计划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获得实践计划的技优计划 这个计划从刚开始推出来就蛮引起我的兴趣 我觉得教育部提供这么好的教学的资源 可以让老师去争取是非常好 而且可以促成教学的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升级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的老师都面临非常巨大的考验 学生的学习意愿可能逐渐低落 特别是对于理论学科的教学现场来讲 要充分地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发他们的潜质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教学现场所产生的问题 是每一位老师当然包括我非常想要去解决的 而我自己也认为教学成果是作为大学老师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我试着透过申请教学实践计划来获得资源 有的这些资源的支撑更容易让课程的教学成果能够有所提升 我这一次的教学计划的主题 古为金用 创意性的中国美术史教学实践研究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理论性的学科进行了实作性的特色 那提高学习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成果 另外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采取了 比较开放多元的评量方式 来获得学生高度的学习认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期末的展演计划 这种展演的方式可以说全方位落实 艺术史学习的一种应用的意义 以及它的新的价值 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的课程执行上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至于在执行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必然的 当然也因为很认真的去思考 反思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 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例如说历史性的理论性的 学科是比较不容易很生动的执行 这种需要带有认知记忆的历史性的学科来讲 很多的学生直觉上就有一种距离感 那这门课目来讲 经过创意性的一些教学来讲 高度提高的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 然后甚至进一步的想要去自学 能够得到一些创意的成果 那现在的学生对于数位工具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所以学生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揽于记忆 那记忆力可能也会是一种上失 那对于一些学理的课程来讲的话 学生如果没有办法专注于知识性的认知的或者是记忆的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深入 这方面也是在课程执行中的一个困难 那再加上这门学科是开放各系可以选修的 所以他有一些跨系的学生来选修 并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具备了艺术的背景 所以在一些创意思考之下 透过一些共同的活动以及多元的评量 找到他们共同兴趣的一个焦点 得到了共同成长的机会 这一方面来讲 也是在教学现场解决困难的问题 而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 我最觉得安慰的就是 透过行动研究跟同学的讨论 获得同学高度的选择以创意的笔记本 来代替其中其末考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方式 这个是获得认同的 再加上其末的时候 收集到同学一整学期的笔记本的记录 觉得非常的安慰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用心的创意的 一些记录的方式 那每一个年轻的艺术人 都有他自己记录的方式 高度的发挥了他们的创意 而且也因为是属于自己的记录方式 所以呢也是对课程的一种高度认同 那可以有一些非常用心的笔记本 我感觉就好像是学生自己的艺术创作一样 可以作为艺术真品 足以传家 这样子的感觉是非常特别的 也是这一次的成果亮点 另外最重要的成果亮点是在 其末展演的计划中呢 同学必须要经过一些年的学习 在美术史里面找到自己学习的兴趣点 然后转化成自己创作的可能 并且公开发表 那这公开发表以后呢 就发现了有各种不同的媒材的展现 不管是平面的立体的影像的 甚至是观念性的行为的服装设计等等 都有多媒材的多元的一种展现方式 看到同学学习艺术史之后所产生的自信 这一方面呢 也是在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亮点 由创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去分享 在学习艺术史里面的一些思考 包括它的深度跟广度 才能够转用成自己创作的一个材料 那最终呢 又以自己的独特的创意来表现 又是达到了一个以古为经 就是古为经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目标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可以说呢 学习最古典的 但是又能够找到最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 也就是最当代的 是作为这次课程的重要的一个成果亮点 我觉得教育部能够持续提供 这么好的教学资源 给用心的老师 透过这些资源 能够让教学升级 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经验 特别是透过发表 以及公开的平台 又是共同观摩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非常值得持续在这个奖励跟支持下去 那高教的人才 最主要我觉得 必须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这个时代 如何快速的提高学生 对于学习的认同跟兴趣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 那有了兴趣以后 在学习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能够转化成有创意的表达方式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 那以这个课程为例 年轻的学习者如果可以不受到时空的限制 包括古今中外的资源 都能够产生兴趣 而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珍贵的资源 然后转化成自己未来创造的可能 我想这个就是未来高教非常重要 可以发展的核心价值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